王顺要杀方说安 被一个人揍了个嘴巴 这个人可了不起 他在这座少华山举足轻重 在赤法龙神冯徽章面前 可以说说一不二 那位说这人是谁 他为什么占这么重要的地位 书中代言 此人乃山西关州的人 人诵绰号镇八方 名叫雷鹰 雷鹰是谁 在前文书咱说过 湖北京湘九郡 反了个襄阳王赵爵 这雷鹰是赵爵手下一等的王冠 当初跟开封府围仇作对 白玉堂三探冲销楼大闹同网阵 群雄巨破冲销楼 在那个时候 雷鹰是坚决站到襄阳王赵爵的立场 跟大宋朝势不两立 可是后来啊 转变了立场 有两种原因促成的 头一种原因 雷鹰这个人本身很正 既不奸道歇阴 也不做那些歪门邪道的事情 在襄阳王赵爵手下 是一等的清官 威望很高 所以开封府对他呢 采取能收服就收服的办法 有一段书 叫北侠欧阳春 会斗雷鹰 欧阳老侠可知道他是个人物 因此刀下给他留了情 没要他的命 他很赶紧 在第二次 白梅徐良 在段隆陵把他给截住了 徐良啊 也知道他是个人物 二次给他刀下留情 饶他不死 而且徐良还高抬贵手把他放了 可当时的情况下 雷鹰有点磨不过脖来 说我当时就投靠开封府 显得骨头太软了 襄阳王赵爵对我也不错 怎么办呢 干脆 开封府我也不投 襄阳王我也不保 我自己另选出路 后来襄阳王赵爵从地道跑了 带着一伙人 一直跑到明夏国 投靠了心下的赵元豪 雷鹰没跟着去 他带着两个好朋友 一个叫小方硕方雕 一个叫铁刀大都督贺宾 他们仨人呢 就赶奔绍花山来了 就是这座山寨 当时的绍花山 有个小头头 就是现在的寻山寨主 此人叫天凯 那这座山 那这的绍花山 狼狈不堪 也就百八十人 要聚一分赃厅 没有分赃厅 要大寨没有大寨 这呢就是一帮草寇 雷鹰一来 天凯 马上把这位置 让给雷鹰了 他就当了大寨主了 那雷鹰要文有文 要乌有武啊 而且这次 在襄阳这一出走 身上带着很多 值钱的东西 价值连城 接管烧花山之后 他设计一张蓝图 带着破图动工 招收楼兵 可在当时呢 天灾人祸 有很多的老百姓 流离失所 连饭都吃不上 有些人就挺身走险 上山入伙了 不喂别的 就为吃口饱饭 有的把家眷都带来 越来人越多 不到二年的功夫 这块就聚集了一千多人 而且出具规模 中平大厅寻补寨 三道山口 全都修好了 雷鹰呢 就打算一度晚年 抱腿就燃了 但是他一看这地形啊 这绍花山太好了 三面靠路 一面靠水 后面有条江 叫柳江 从柳江往前走 可以进洞庭湖 有这地方天然的资源 所以呢 他就主持着 楼楼兵不抢不多 开垦荒山 自重自食 另外呢 造一些船只 到洞庭湖 捕鱼 捉泻 这样呢 不仅改善了楼兵的生活 另外把富裕的 拿到集市上变卖 能换些钱花 人家山呢 可治理得蛮不错呀 大宋朝 对于占山为王的这些人 只要没有十大的罪恶 不骚遥百姓 就不动用大兵 以招府为主 以剿灭为府 因为什么呢 宋朝的军队重点在防守边防 内部的是 尽量不动刀兵 还是不动为好 所以啊 这邵华山得以修养生息 养成气候 后来 雷营才认识了赤法龙身 冯奎章 冯奎章是个海盗 专门使船上 在长江洞平湖一带 大家接舍 无意精通 特别是对水有研究 老冯就赴死 那能耐可不是一般的 而且那冯奎章这个人也挺讲义气 跟雷营一见面 都互相慕名 就结为金兰好友 雷营深感自己孤单 就把冯家父子接上绍花山 雷营啊 为了省心 就把头把手 总侠大寨主 让给冯奎章 自己宁愿屈居第二位 冯奎章 叫做于心不忍 哪能悬宾夺主呢 是再三不答应 后来发现雷营非常至诚 这就勉强接受了 他们俩一个大寨主 一个负寨主 标着网子在一块一干 绍花山可就变样了 水汗两路是固若金汤啊 所以冯奎章 对雷营来说格外的重视 有什么事 都得跟雷营商议商议 雷营同意的事他就办 相反的他就不办 这是以往的事情 那么单说现在 雷营商的一建议 王顺 咱不能收 方苏安不能杀 把成本厉害跟他一讲 封会让身以为然 嗯 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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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凶的给我提醒 不然我又做了一件错事 不过 冯会长有冯会长的打算 他脚着要把王顺送出去 太不义气了 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想到这儿 他跟雷营商议 先帝啊 我打算这么办 你看行不行 方苏安 咱也不杀 但也不能放 咱们从长计议 暂时先把它软禁起来 对于这个王顺呢 咱暂时先别往外交 也把它软禁起来 看看开封府是怎么打算的 如果徐良和白云瑞 同情达理 上咱这拜山 而且保证 对咱们少华山 无有伤害 那我就把人交给他 把方苏安一放 假如说 这帮人专横跋扈 目中无人 小瞧咱们山寨的英雄 那讲说不了了 我就要把方苏安给杀掉 就要跟他血战到底 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雷营说这么也好 这样还万全一些 就一哥哥之见 两个人商议好了 冯徽章当时传令 来啊 把方苏安 贷在下面 严加看管 一只三餐 不准难为于他 雷营说这么大 把他交给我 我负责看着 他跑不了 好吧 交给雷宅主 因为雷营是负宅主 谁敢不听啊 雷营马上命自己的人 把方苏安带下去 方苏安也纳闷 好想要掉脑袋 没想着又活了 他为什么给我求情 他心中是疑惑不解 这时候走过来几个人 方苏安 这是你的刀 跟着走吧 老实点啊 别让我们麻烦 要不听话 你可自找苦吃 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 那意思就贬 给方苏安 你别想跑 你要耍花活 那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方苏安都明白 心灵神会 没言语 被人家压出去了 压到后债 展其不提 单说 风会让 把方苏安的事处理完了 冲着王顺一阵冷笑 王顺啊 你挺老远的来了 既然到了本寨 你说我把你拒绝了吧 确之不公 把你收下吧 咱没那个过 念路里人的义气 一天我赏你三顿饭吃 现在来说 保证你的安全 不过 我也有个要求 没经过我们允许之前 你不准离开少花山 我给你安排个住处 来来 把他请下去 大车 王顺一挺 话里有话呀 这叫什么词 和这我收了管制了 大哉中 我 别说了 别说了 这就对你够意思了 方才我说的话 你要记住 如果你违反了我的话 就等于触犯了山规 到那时候 本寨我可不留客气 带下去 风云龙 风云虎 风云镖 风云汉 这四位少寨主 把他压下去了 这倒好 到了跨院 有两间房 小窗户 不得点 还有铁壁子 门 十分的厚 想踢是踢不开 把门开开 把他让到屋上 屋里床 八仙桌 什么都有 风云 风云龙 我说 新娃 这屋就归你住了 被入齐全 吃喝不愁 但是我爹说了 你要想干什么 得先请示 经允许之后才能办 如果不允许 最好您甭办 就在这屋 待着别出去 到时候有人给你送吃的 说着话 转身出去嘎嘣 把门锁上 然后派了一部分人 在这看守着 王顺隔着窗户 我一看 哟 把我看起来了 哎呀 简直这个后悔劲 就崩皮了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 我这叫字头罗网 这这这这 好姓风的 你他娘的真不够意思 你把我软禁起来干什么 难道说 还把我交给开封府 哎呀 真那样的 我可倒了八倍五的血霉了 王顺驰垂头丧气 还生不止 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 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雷鹰 由他大厅告辞出来 回归自己的大债 因为他是负债主 他单独有做债 就是当初的老债 收拾的挺气派 墙都是调食大成的 一共是三层院层 使努换备 失和不愁 实际上 他就是退居到第二倍上去 前山的事全都交给人家 封徽章了 雷鹰岛回来 往椅子上一坐 是低头不语 长须短探 时间不大 门上人报 小方说方标 铁刀大毒都贺宾 来看望债主 他们仨是一块来的 青铜骨肉一般 无话不谈 雷鹰一听 来得正好 请 这两个人进来 因为平日 仨人老在一起 里边的仆人都知道 赶紧把水 汽好了 点心牌上 轻轻的退出 把门户带好 小方说方标 眨眨眨眨眼睛 咳咳 大哥 今天 您这个举动可有点反常啊 您这一巴掌啊 好像没把我心给我打出来 您怎么把王顺给糟了 怎么给方树安还求情呢 究竟您是怎么打算的 雷鹰文婷不住的摇头 示意方雕 上外头看看 门前窗下有没有人 方雕都明白 赶紧站起来 把门开开 围这所房宅 转了那么三圈 看看确实没人偷听 这才回来 把门二次关好 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 紧挨着雷鹰坐下 哥哥没人 您说吧 二位贤弟 咱们是混难的弟兄 没有不说的话呀 我看咱们这座绍花山 完了 哦 此话怎讲 哎呀 你们还不明白吗 王顺就是个少数星 他这一来 给咱们少花山带来无边的祸害 开封阻碍得了吗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他把徐良他爹徐庆给争死了 把娘娘给杀了 他惹的这祸在地底都到天点上了 就是天子有交天大赦 把谁都能赦了就不能赦他 所以咱们都得受他的株连 都得倒霉 我敢断言咱们少花山完了 那大哥 您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 干脆就告诉你们吧 我跟冯奎章 冒合神离呀 想当初 我把他请上少花山 把总侠大寨主的位置让给他 那时候他言听计从 人确实不错 最近这一两年 我发现他有点变 他有点忘本呢 你看他收留那些人 头一个 海马追风走 上官清 第二个 海马 芙蓉走 上官龙 这俩小的最不是东西 还有那姓上的军师 那是个狗皮道人 专门 专门给他出白脸子 他现在培养雨 另立一套 根本没拿咱们哥 撒 搁在话下呀 可之所以对我还礼貌 就因为呢 当年有那段感情 如果时间长了 这座少华山整个就归了人家 没有咱哥仨的地位呀 方标一听 把脚一跺 可不是 大哥 我不愿意说这些事 我说出来怕给您添蜜味 您不累听 就拿冯家那四个儿子来说 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 现在见着我们哥俩 连大气都不吭 把脸一扬 就走过去了 根本不叫好听的 办什么事情 他们冯家父子一手遮天呢 哪把咱们摆得眼皮皮 哥哥 像这种实理的事情 有上百次之多 我们哥俩背后 没少掉眼泪 埋怨哥哥 错走一步 不应当把少华山的大权 让给外人 如今 我们受人以禀 受制于人 敢闹一个别火 可这不是自找吗 想埋怨哥哥您了 要把您上火 我们哥俩之后 暗期暗憋呀 您今天不提 我们还不说这个事 这么长久下去 确实对咱没有好处 应当另选出路 是啊 我就是这样打算的 今天我把方叔安救了 我准处 我准备让方叔安给咱们搭个桥 走吧 咱也投靠开封府 对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大将保民主 俊鸟登高之啊 咱们怎么生下的就是贼呀 就带着贼皮来的 永远咱就没有出头之日吗 不 我不是那么想的 想当初我们保的是襄阳王 王爷对咱不错 所以咱对他忠心耿耿 可是后来襄阳王失败 投靠了西夏了 咱们的关系就算一刀两断了 咱们当时没有出败他 尽力保护他 保护不了 愿咱没能耐 但是问心无愧 事隔多年了 我们也不应该再这么下去了 应当到开封府效力当差 我这人还中义气 当初北侠徐良对我不错 有两次饶命之恩 我就得报答人家 金连救方树安 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就即使开封府不收留咱 认为咱底儿太臭 也没关系 现在咱钱够花 咱就当一个良民百姓 咱也高兴啊 何必非得占山违法呢 哪怕咱们过的日子简朴一些 一日三餐 吃也香甜 睡也安然 再说 咱都这帮年纪了 也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家口 生儿育女 才不枉为活 这一辈子 可当初呢 我有点害怕 怕离开这座少华山 早往官府通缉咱们 现在机会来了 方树安是个明白人 咱哪把他请来 把咱的心意 跟他说一说 他肯定能帮这个忙 铁道大都督贺宾一听 就皱眉 大哥 咱跟方树安可不一样啊 到了那时候 咱们要人没人 要势力没势力 人家想收拾咱们 可就像抓小金似的 咱们已经挫走了一步了 难道说 还走着第二步吗 我看这事不保险 兄弟你放心 我看着没有错 让方树安给搭着瞧 如果你不相信方树安 可以让他 把白云瑞 徐良 蒋平请来 向咱们下了保证 那时候你就放心了 其实方树安 出身也是贼 那坏事做的还少吗 现在如何呀 人家高高在上 是国家堂堂的官人 三家武艺小武艺 对他根本没歧视 相反 为以众认 这不是很好的例子 咱们哥仨也问心无愧 抢男霸女的事 咱向来不干 不错是贼 那是为了生活 现在我们宁愿金盆洗手 宁愿改恶向善 难道他不欢迎吗 包相也是明白人 一定不究计 你们把这事就放下心 全包到我身上 好吧 大哥 我们一直跟着您干来的 您叫我们上哪 我们上哪 那么您打算夺在身手这事 今天晚上 就把方川请来 咱们哥仨好好跟他谈谈 哎呀 这事可不能叫冯徽章知道 这要叫前山知道 咱可就倒了没了 他怎么会知道 在咱们的大寨之中 都是咱们的心腹 绝不会走漏消息 退一万步说 即使走漏了风声 他冯徽章 敢把我怎么样 我怕他不成 要你们哥俩当我的左右手 我什么都不怕 说好是好 说不好 我就打起来了 我把烧火花沙还夺回来 我怕他什么 对 哥哥 您这么想就对了 腰板应当挺起来 把失去的权力还得夺回来 哥哥 咱就这么低 你们俩能赶紧走 记住啊 晚饭之后 夜深人静 把方树安给我提到这屋 另外高同厨下 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 是 这俩人推出去 雷英背着手在屋转悠转悠 准备跟方树安谈话的内容 又分析 又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 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 雷英这人十分惊细 都盘算好了 他这才休息 书说简短 晚饭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小方树 方雕 铁刀 大独独 贺宾 两个人来了 大哥 按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好 多派些心服的弟兄 在外边雄风放哨 没有我的话 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内宅 是 都安排 把方爷请来 哎 方雕一转身出去了 时间不大 把西部大头鬼方树安 给领来了 方树安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 心说这次是急 还是凶啊 方教都不让我睡 把我拎到这儿来干什么 但是他一看 对方没有敌 对自己很自由 也没捆着没绑着 而且连那小片刀都没给他没收 方树安这个心里就画魂 等来到屋一丑啊 认识 就是奏王顺的那个主 西部大头鬼一抱拳 您好 多谢您帮了我的大忙 制止了王顺 使我没掉脑袋 在家里过去了 方爷 请坐 请坐 来上座 让方树安坐下来 把点信全摆上来 方树安一看 我说呀 我这叫风凶化吉啊 我这说掉到后娘手了 这块还有人这么尊重啊 我这是哪位呢 他对我怎么这么尊重呢 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可 方树安想的这一抱拳 我说对妹 有什么事帮瞒着 咱们都是陆林人 最好办事说话 干净利索 我要请问 亲乡 咱们是陆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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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陆林人